沒錯 因為 其實柯文哲最近做了什麼 其實你大概沒有印象 甚至他講的有些話 國民黨也不敢動 為什麼 比如說他在日本訪問的時候 不是講說釣魚台 釣魚台是國民黨的生主派 你有沒有聽到國民黨的人 對這句話有什麼多大的反應 有反應的反而是侯友宜 可是問題是 國民黨陷入在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侯友宜現在就是 就是帶不動國民黨 然後他拋出來之後 國民黨的小機完全不動 因為就回到那個復循環裡面的 國民黨像台北市的這幾個小機 如果去 批評了柯文哲 我選區怎麼辦 那民進黨 打磕 只會讓非綠或者反綠的這一塊 因為侯友宜弱 就往他身上集中 所以這個現象非常有趣 就是會在未來一個月到兩個月內 我們一定會去碰這個問題 柯文哲的成長動力 下一個階段成長動力 要來自於哪裡 這一波的成長動力 就是從5月17開始 就是靠郭台銘跟侯友宜的矛盾 直接4.5% 4%左右灌到柯文哲身上 最近侯友宜又把柯文哲又推了一把 為什麼小機一怕就開始跑 這種是不受控 所以我才會一直講說 侯友宜如果先把自己準頓好 這種狀況會繼續 所以柯文哲成長動力 是靠侯友宜 可是這個成長動力會有極限 你再看未來一個月 就是看到7月的民調的時候 合理來講 柯文哲那個曲線那個角度 要開始收斂 他還會成長嗎 不是不會成長 可是會比較平 因為你再看三個人講 猴往下掉不用懷疑 賴清德是處在高元期 高元期 因為他第一名 但是他就在那個35-56 有沒有 那邊來來回回 那是高元期 高元年來突破 那個要很大的動力 柯文哲因為侯友宜 因為郭台銘 你知道那個角度很斜 然後過去這一個多月以來 再過來他角度會趨緩 如果民進黨打他 才會有五個人再往上 對 可是 柯文哲 可是你講那個曲線 會不會因為打的議題之間 會照著 你說如果民進黨打他 他的角度可能從比較趨緩以後 再往上走 因為他塑造成非綠大利貿公司 因為現在的角度會開始收斂 對嘛 如果打下去 他才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往上 可是最近幾天 講到服貿這個問題 包括媒體上不是出現說 有人把2016年是不是 柯P不是在台大 在演講的一邊 如果那個拿出來 因為要牽扯到兩岸問題 牽扯到什麼 這個還是會往前抖 還是會反 就是這篇嘛 標題就是下一站代序 柯P漫談成功與從政之路 這不知誰找的 但是至少一定是台大醫院的人 因為這已經很久了 7 7 2016 7年前 裡面有一段話 這個也會 也會 也會被討論的 就是 柯文哲講說 他不會選總統 因為下一站代序 那他自己 他自己嘴笑嘛 我應該不會選 雖然中國那一方面一直要他選 那一篇刊登的時間 已經是2016年總統選完 是我們選後之後的訪問 所以 中國那一方面一直要他選 就是要我選 指的應該是2020 2020的柯文哲有沒有動作 有 有 阻擋了嘛 本來想似水溫嘛 後來看到 也是郭台銘郭董的事情 又說回來 那時候那次本來也有要跟郭董合作 結果後來本來是有了嘛 好 那2020到2024呢 回過台這一篇到底可以影響誰 我無論講柯文哲的支持度在40歲以下 他經過8年的沉澱 不大會因為這個事情而影響 就是說他既有的優勢族群那邊 我不認為會受這一篇的影響 年輕人那些不會 這一篇影響的是誰 這一篇影響的年輕人會比較大 第一個就是年輕人比較大 可是年輕人比較大這一塊 本來就是賴清德的優勢區 所以你在看這一篇 包括像政策學費那些 我個人的判斷都是在既有的優勢區裡面 加強優勢 對於本來就不喜歡民進黨的人 會覺得說你大傻逼 就是他會這樣 但是中間那一塊是不是一定 百分之兩支持度要靠後續的解釋 因為 可是對柯文哲來講 40歲以下他本來就有優勢 他會因為這一篇 失去那個優勢嗎 我不認為 他必須要有其他的事情 可是柯文哲的問題出哪裡 40歲以上的過蓋 或者45歲以下的過蓋 柯文哲在所有的民調分析 那個趨勢裡面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年齡越大的越不喜歡柯文哲 回過頭來他要怎麼衝破 不是這個標題 要靠侯友宜 是這個照片 完了是什麼 最後的氣保 侯友宜的 侯友宜你現在看到是老三 可是侯友宜的 除了年輕那塊弱以外 侯友宜也一樣 年紀越長的對他的印象會比較好 當然 如果氣保之下 那一塊才看有沒有機會 帶給柯文哲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這是個長期過程 回過台 下一個階段在看什麼 第一個 柯文哲 你的那個角度到底剩多少 OK 就是他是不是像五六月 那個角度很短 然後再過來 侯友宜會不會犯錯 侯友宜沒有穩住的時候 那個年齡層45歲以上那塊 會不會這樣子開始動 那這一塊呢 不是民進黨打柯文哲就能決定 OK 反而是侯友宜的 自己本身的作為會有影響 反過來講 侯友宜如果自己能夠穩住 止血 那對柯文哲來講 就是一個不好的消息